大家好,我是梅姐 有了一个娃以后,又添了老二,甚至老三 孩子们之间抢东西怎么办? 一位怀着二胎的妈妈给我留言 说对老二的即将到来非常焦虑 另一位三个孩子的妈妈则提出了更具体的问题 说三个娃娃里,三岁的老三目前认为 所有的东西都是她的,总会拿老二的东西 八岁的老二呢,不知道怎样要回自己的东西 所以会去抢,结果就把老三给搞得哇哇叫 老二也不想把弟弟惹哭 总之呢,现在老二有啥好吃的,好玩的 也不愿意跟弟弟分享了 我相信这也是即将成为俩宝妈妈的那位朋友所焦虑的 孩子有了弟弟妹妹,怎样教他们和睦相处 其实兄弟姐妹的骨肉情不是天生的 你要说谁和谁是天生的冤家,这话不科学 血浓于水的亲情是在父母的培养和正确引导下 亲人之间相亲相爱,随着时光的推移 才能逐渐情同手足,血浓于水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聊一聊教孩子们学习分享的技巧 分享是一种需要从幼儿时期开始教和学的技能 在一两岁小娃娃的世界里,你的,我的,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晰 直到两岁左右,才逐渐开始知道拥有这个概念 所以,在被认为最不讲道理的两三岁的阶段 娃娃会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自己的 好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人的耐心引导下 他们能学会对你的,我的,玩具进行分类 并跟别人轮着玩,换着玩 不过,在最初的几年里 围绕玩具的战争仍然是孩子们之间主要的矛盾根源 教孩子分享的方式因每个孩子而异 我们得从不同孩子的角度去看他们的感受 当大孩子是家里的独生子女的时候 他们独享爸爸妈妈的爱 家里所有的玩具都是他的 不用分享,也不用等着轮到自己玩 只有当有小朋友来玩的时候 他们才会遇到分享这个概念 要学着轮着玩 但当有弟弟妹妹来到时 对孩子们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突然之间分享和轮流的概念几乎适用于所有的事物 这个过程中,无论对大的孩子还是小的孩子来说 父母的指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同的处理方法有着截然不同的结果 拿上面所说那位三个孩子的妈妈所讲的情况来举例 小的抢,大的本来是让着的 但是过多的让对大孩子来说是不公平的 于是他要抢回自己的东西 这样就搞得老三哇哇哭 虽然小的孩子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他的 但是教会他认识你的,我的,他的这些概念的 正是我们成年人甚至哥哥姐姐的职责 在老三抢老二东西的时候 父母要出面替老二撑腰 并且给孩子示范正确的做法 可以跟小的说,这个东西是哥哥的,你想玩要跟哥哥商量 你可以说,哥哥我可不可以玩一会儿 不可以抢的,虽然他们可能听不懂,也一时半会儿学不会 但我们要一直耐心的教,有一天他们会学会的 一边说,一边温和,但是坚定的把东西从老三手里拿出来 还给老二,东西还给老二的同时要告诉他 弟弟还小,分不清你的,我的,他需要学习 我们要一起教他,不要跟他抢 你少玩一会儿,就给他玩好不好 然后呢,设一个定时器,去买那种沙漏似的 对孩子来说,简单,直观,网上可以买到各种沙漏 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十分钟的都有 到时间了,宣布轮到老三了,要他谢谢哥哥,然后接着玩 对老二的配合,要及时给予表扬和鼓励 感谢他跟妈妈配合,一起教弟弟 并告诉他,我们教他越多,他越明白的早 大的孩子需要父母的帮助和引导来学会拿回自己的东西 而不是抢 所以父母自己首先要知道该怎样处理这样的问题 比如提前积累一些弟弟喜欢的小玩意儿在手边 在大孩子想拿回自己的东西的时候 让他挑一个弟弟喜欢的东西,去跟弟弟换 其实一个很普通的小东西就可以 老二玩个新花样 就能把老三的注意力给吸引走 这就要看老二的本事了 当然也离不开父母在中间的支持 比如帮着大的忽悠小的 说这个玩具怎么怎么好玩啊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家里孩子多了 每个孩子都有更多机会练习社会交往中的各种技能 只要父母给予孩子适当的引导 建立应有的规矩 家里有几个孩子都不愁 这也是为什么我总说老外的孩子都好带 就是因为他们都有清晰明确的 人人都遵守的家规 以后我会做更多关于利益规矩 执行规矩的视频 因为规矩就像社会上的法律 没规矩的话 一个孩子也能闹翻篇 有合适的规则 孩子们之间一样会有矛盾 但最后所有的纠纷都能有令各方心服口服的解决办法 经历一事 学一制 孩子在家学到的社会交往技巧 同样适用于在外面跟别的小朋友打交道 感谢大家倾听和观看 我们下次见